你要考一個 DSC 你就要識很多生字 識的意思是 什麼叫識呢? 就是說 不是說 Sir 講那個字 接著你要想很久 好像有些印象 這樣不是叫識 識的意思就是說 我一講那個字出來 我講個中文那個字 你會馬上講到那個字 你要懂得讀 你的發音要準確 你要懂得喘 不要喘錯 你要懂得用它去 作句 那個字的詞類 名詞、動詞、形容詞、助動詞 你懂得怎樣變化去用 這樣叫識 即是很 conscious 去用到那些字 Effortless 好 我現在講的那個字 就是那個叫猛烈抨擊 那個字 叫做 Sensure Sensure 是高於Criticize 那個字 如果我要用Criticize 去 去代表 Sensure 那 可能 我要 我要說Criticize Criticizing someone severely 即我要用多一個 去增加強度 它的相關的同意詞 其實有很多 他們不懂得讀那些字 就影響了它的吸收 因為它在平日生活 應該他們沒有什麼用 那個字叫Lambase Lambase 它甚至有兩個寸法 另外一個就是STE 另一個就是ST 好了 這個也是很猛烈去評擊 這樣一個人 Rapidman Rapidman 就是 我印象當中 就是紀律部隊 很多用 譬如 Rapidman 一個下屬 這樣 Rebuke Rebuke 還有一個字 他們不懂得讀 即是掌握不了讀音 Chastise 猛烈評擊 Chastise Skull那些 就不入流 即是不會去到很厲害 譬如你說 Give him a good skull 還是 你真的要加個good字 才可以勉強扛到鞭 狠狠地罵他一頓 是吧 是吧 這些事 就 Post a problem to my students